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由意大利的导演 Luca Guadagnino 指导 Timothy Chapman 以及 Armie Hammer 主演 改名自美国作家 Andrew Esmond 的同名小说 Cold Me Bionem 一部在近期的各个电影奖项当中 得奖还有提名无数的电影 故事叙述一位17岁的少年 和来到他家待上六个礼拜 要协助他爸爸做研究的 美国学者Oliver 在80年代的夏天 意大利的乡间 两个人之间越走越近的一段关系 前天我去看这部片的特应会的时候 我得到一个片商送的 桃子形状的小礼物 就这个 因为我已经在金马银展看过这部电影了 所以我对桃子有一些不太好的印象 但是我也很清楚片商 为什么会送这个桃子当作小礼物 其实我觉得这个礼物挑的很好 所以特别在这边跟大家提一下 不知道炫耀片商送了什么东西 而是因为片中不断出现的这个信桃 的确在Cold Me Bionem这部电影里面 隐喻了他的主题 找熟 找熟的情愫 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商业的名字来讲话 就叫做初恋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就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初恋电影 初恋不是指第一次谈恋爱 或者是第一次喜欢一个人 那都不是初恋 而是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痛彻心扉的感觉 这才叫初恋 我想就是因为初恋会让人受伤到体无完肤的状态 所以在一般的爸爸妈妈眼中 初恋都是被妖魔化的 所以很多人可能谈过很多次恋爱 或者是结了婚了 但是他都还没有初恋的经验 所以我们才要看这么多的电影啊 这么多的电视剧嘛 这是一部赞颂早熟情愫的电影 电影中画面所带来的所有情感 还有我们感受到的温度 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感受 这个17岁的青少年他的内心波动 而这部电影会让人这么喜欢 除了他是一部很美丽的电影 还有他有两位颜值超高的男主角之外 Ellio的两位相当开明的爸爸妈妈 更是会让你喜欢到不行 导演凭借着主角的这两位爸妈 不断的在告诉你 不要害怕受伤 没有人会责怪你的 甚至要鼓励你去经验一段特殊的情谊 尤其是在爸爸最后跟Ellio的那一段戏 对我来说这点是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他不能归类在一个只是同志电影的范围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 这部电影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对待情感的态度 而不只是一个特定的族群而已 这部电影的剧本很好 他的每一场戏都是日常生活会发生的事情 却能在结尾建立起强大的力量 他的戏剧冲突都很小 或者应该说很细腻 可能如果你是一个相当出线条的人 会感受不太到这部电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觉得剧情很无聊 但是这部电影的节奏其实蛮不错的 发生的事情都在画面和台词的暗示之中 一点一滴的偷渡到观众的脑中 目视收尾的时候才完全的把你淹没 这部电影结束之后 让人感受到的力量是很强很强的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一部很美的电影 夏日的阳光 流水 意大利的香肩 信桃 很丰富的颜色 一种很有生活感的美景 跟其他那些很美的电影相比 他是一种可以呼吸得到的美丽 当然还有两位男主角也真的是美美的 Tempercy Chairman和Army Hammer的表现 可以说是好的没有话说 Army Hammer虽然受限在主戏不在他身上 不过他在这部电影表现的真的是比以往来的出色很多 但这个角色真的也蛮适合他的 很洒脱很阳光充满热情又带点幽默感的一个美国男性 却还是能够让人看得见他内在的那些雀怒和不自信 Tempercy Chairman则是无懈可及的饰演了Ellio 很真实的诠释出一个很稚嫩又看似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但是就什么都还没有经历过的一个17岁的男孩 电影当中有他和Army Hammer以及他跟其他女孩的戏 你会看见他把Ellio这个角色不同的面向都诠释出来了 但又都是同一个人 在《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这部电影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你会看到青春、成长、身份认同、艺术创作、性欲、音乐 我看了两次,其实在看第二次的时候你会看得到更多 因为可以不必在乎那些剧情发展 可以专心的在角色身上更进入他的内心一点 我觉得是很好的电影才是可以这样子看的 他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我也想要推荐给所有的人去看 希望你们会喜欢 Call me by your name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 请帮我按赞以及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少找你的订阅牛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你的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